大家好,我是阿舒,我现在是在各旧前往蒙治的路上,这里是山树之郊区吧 很快就要到达蒙治市区了,走到这里感觉蒙治也是很漂亮的 这个道路宽敞整齐,立化作备非常好 现在来到蒙治市中心,看男子 这是很新的那段男子公园,就是他们压着地平均 一個溫暖的前面 一個溫暖的食物 非常好玩 南服 前面這個南服的 復興品 林河橋 這裡就是大名零點的 銀蘭過橋米縣的 產生地 過橋米縣 產生於猛之南服 那是在 復興園的古代 在南服的旁邊 這裡原來是法國領事館 算是一個規模比較大的建築 在抗戰期間 由於法國人已經把這裡放棄 也就空下來了這房子 當西南聯大的校長 梅宇齊先生得出這裡有空房子 那就來這裡考察以後 就把 西南聯大的 幾個 幾個文學院 和幾個其他的學院吧 就 安來這個地方 所以這裡面也就算是 西南聯大的一個分校吧 存在的時間不算太長 西南聯大的抗戰期間的存在 是對於中華文化的延續 起了 積極的作用 重要的作用 西南聯大的教職員工 那都是民國時期的 國家和世界大教職員工 西南聯大 存在了八年的時間 貫穿整個抗戰期間 西南聯大 西南聯大為抗戰 輸送了軍事文才 有一千多人 或者說是有一千多學生 報名參軍 成為有文化的軍人 西南聯大 西南聯大 也培育了很多 優秀的人才 李正奧、楊正林 這些諾貝爾獎的獲得者 都出自於西南聯大 這個畫面就是講述 當時 從昆明坐小火車到碧色寨 碧色寨以後又轉車到蒙治縣 進入 洞原了 是 洞磯 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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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 李宗盛 文字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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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